到了我們今天住的黃金矮安度假飯店 The Dorset God's Cost 哇 好高啊 這間Dorset 就是我們今天入住的四星級飯店 那它的大廳現在已經排滿了人籠 我們check in 要等很久 那大廳也是有挑高的設計 上面還有很多的造型燈 這是我們今天入住的全景雙人房 它的房間非常的大 玄關很寬廣 進來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個整面落地窗 OMG 這個景色太漂亮了 哇 看出去那邊就是黃金海岸 我們只要走大概五到七分鐘就可以到沙灘 然後這一邊是STAR 那我們是跟STAR連在一起的 我們可以使用他們的獨場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Kingsize雙人庄 非常的好躺的感覺 晚上再來好好的躺一躺 然後旁邊這裡 這個邊桌也是大理石的窗簾 可以讓你拉起來你就不會覺得太熱 但是這個美景真的是哇 然後外面這裡還有一個小陽台 這邊有一個舒服的小沙發 還有一個有造型的邊桌 然後電視進來打開就會有一個迎接你 入住的歡迎畫面 那在mini bar的部分 它一樣都是採用大理石的設計 就會讓整個房間很有質感 那這裡也有附膠囊咖啡 還有附一個紅酒開瓶起司 晚上都可以回來 然後這個房間享用 在冰箱裡 又附一個牛奶 澳洲一樣他們水質太乾淨了 全部都可以深水飲用 所以都沒有附礦泉水 那這一個鬧鐘非常的好 它也可以連接藍牙 所以我可以播音樂 音質是還好啦 但是能有無線充電功能 就很方便 旁邊這裡都會有 那個可以控制各種燈具的面板 直接就可以在兩側都能控制 那這一個門應該是可以跟隔壁 做相通連的那個門 那它的地板在客房的部分都是採用這種地毯啊 然後熱帶島嶼型的這種葉子 讓你感覺很像是在度假酒店 然後享受這個熱帶島嶼的感覺 那在玄關跟廁所的部分呢 就是採用這一種 比較防滑的地板 那這裡有一個全身鏡 那在玄關的部分 這裡 有一個抽屜 打開呢 裡面就是有這個 保險箱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喔 還有熨斗 哇 這邊可以讓你放行李 然後可以在這邊坐著好好的穿鞋 那一架的出品也蠻多的 讓你很方便 那浴室部分是用這個拉門跟房間隔開 那拉門退開之後 我們可以用這一個電子的窗簾 把浴室變得更明亮 那浴室整體空間非常大 也是採用很多大理石材質跟食材 那吹風機的話 他們也是採用 可以吹比較快乾的這一種 備餅的部分 他們用到ELMIS 這個中貴品牌超級高級 包含了身體的乳液還有吸收乳 在淋浴間的部分也有花灑 那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可以讓你放的東西 那馬桶的部分就是一番型的馬桶 比較可惜一點 這裡有一個非常大的化妝鏡 然後配上很有質感的這個燈泡 那整個房間給人非常明亮 採光一極棒 而且空間很大 這個景色更是一絕啊 害我都不想離開房間了 我們現在要從我們的Dorset 走到連接在隔壁的The Star 因為Dorset的泳池 六樓泳池正在整修 所以他們現在暫時要叫我們借用隔壁 這一間五星級飯店的泳池 那其實這一整區 通通都是The Star他們的 然後只有我們住的那一間是Dorset 那這邊是包含了Casino賭場 還有Bar啊 這邊還有度假FU 那一邊就是賭場 他們最大獎可以贏得這台福士的汽車 那我們要去的游泳池是在另一邊 這邊的泳池分為好幾區 然後很有度假感 這邊有一大堆躺椅 還有一個超大螢幕 然後旁邊就是音響一直播音樂 給你一種很Chill的感覺 而且水全部都是溫水的 所以泡起來是完全不會冷的 就算只是住在這一邊吹吹風 然後享受一下黃金海岸的晚上 也很舒服 而且天上也很多星星 好那現在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一次入住 黃金海岸的Dorset Gold Coast 這一間四星級飯店的實際入住體驗 我覺得這一間飯店的缺點 幾乎是找不出來 能找出來的大概就是 他們在Check-in的時候 因為入住旅客太多 所以稍微有等了一下 大概等了十分鐘 還有他們的門都會自己有一個拉力 所以關起來的時候會 砰比較大聲 我們隔壁的那一個 有蹦了兩次 聲音稍微大一點點 其他都沒有任何問題 那在優點的部分 真的是太多了 大概講一下 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它整間房間的採光非常好 這一個90度以上的超級落地窗 看出去的view實在是太美麗了 我們可以直接看到那邊的黃金海岸 而且我們只要走路不用七分鐘 五到七分鐘 你就可以走到黃金海岸沙灘 而且房間的裝潢 整體很現代 很都會風 讓你覺得就是一個很度假的感覺 然後身處在一個非常高級的環境 再來就是 它也有配一個有無線充電的 時鐘兼 爛壓喇叭 所以我們在房間裡的時候 我們就連上那個喇叭 然後就可以一直播著音樂 然後享受這個美景 而且晚上的時候 然後這一片景觀就變成夜景 所以坐在這裡非常的頓價感 超讚 然後它的電視也很大 雖然我們用不到 但它可以跟手機APP去做連線 然後投影到這個電視上 對外國旅客 看他們的電視節目 就還蠻方便 那在浴室的部分 它還配備了 自動的升降窗簾 那在背屏的部分 它也用很高級 而且玄關的部分 非常的寬敞很大 全身鏡也都是擁有的 所以這一間飯店整體來說 真的找不太到缺點 而且我們是用一碗 四千塊左右的房價入住 清明廉價 台灣的房價 你要這四千塊 找到這個等級幾乎是不可能 那像這一次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六樓的那一個泳池 在整修 所以我們只能去本館的泳池 那本館的泳池 就是稍微比較小一點 我覺得這裡的比較好 這是一個小小遺憾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我們入住 Dorset Gold Coast 這一間飯店的實際入住體驗 那如果有喜歡的朋友 可以直接在下面資訊欄 我有優惠訂購連結 可以直接從那邊訂房間喔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